小雷幫 可愛的 妳還記得吊橋嗎 在加拿大的時候 直接 等人直接決定不走 哈囉歡迎大家來到兔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我覺得今天開場非常熱鬧 今天就是一個素顏出場 然後外加我們的寵物們在 就是彼此針鋒降對 因為我們都在客廳 然後他們就是很嗨 就一定要來參與一波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 增進感情類的 我們今天要來去一個 我們兩個交往之後沒有一起去過的地方 就是有點類似 就是想到之前我們有分享說 我們交往之後沒有一起做過的事情 我們有感而發 你今天想去哪 我今天想去十分瀑布 就是十分 十分老街好了好不好 我今天想去十分 就對了十分 就是那一區 然後我就一直在低速上看到他 然後但是我卻沒有去過 我覺得是沒有印象 而不是沒有去過 觀點知道在我們小時候 爸媽帶我們出去玩的時候 應該就是台灣經典就那一些 你有可能就是去人 然後 然後就被牽著這樣走 對 今天出去玩好玩嗎 好玩你去哪裡 不知道 然後發現我們素顏 然後我覺得最近浮框很好 這是一個來炫耀的風格嗎 對啊 我覺得你毛孔也小很多啊 我毛孔也小很多 我覺得毛孔小的每一個環節都很重要 指春秀的柚子精髓結顏油 它雖然是卸妝油 但是它清爽不黏膩 然後而且可以保濕 重點是它可以深深清潔 所以你的肌膚就會變得很好 像我自己的話是油性肌 所以用這種就是會讓自己有水狀態變得很OK 對 不用擔心油性肌也沒有辦法用 然後我們是混合敏感感性的肌膚也可以使用 所以這款真的是可以給各個膚子使用的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趕快化妝趕出門囉 好趕快去 gogogo 走 好了我們化完妝了 貝貝啊 我們要出門囉 抱歉了萬歲 媽媽要出門囉 今天沒有你 下面啊 媽媽要出門囉 好喔 好喔 我真的其實超喜歡開到一半然後想去哪兒就停下來的感覺 你不覺得很臭嗎 你知道我們多喜歡清淨大自園嗎 但我們卻沒有時間可以清淨大自然 我喜歡這一種不經意發現的感覺 我們剛剛就在那個橋下然後看這裡 所以這裡就是十分了 看到這個 啊 老街 我有一些記憶回來 是什麼記憶 就是天燈會放在店門口啊這樣 那我們要走走嗎 要 走 小雷包 嗯 可愛的 去走吊橋 好 走 你還記得吊橋嗎 怎樣 在加拿大的時候 直接 給人直接 決定不走 對啊 我覺得這裡也很Chill欸 很多改車玩車的人感覺都會在這裡車聚 對啊 他這個牌子也很可愛 對啊 有貓咪 我們是十號 我們今天是十號 對啊 你在錄我嗎 對啊 你要分享一下你現在的心情嗎 很放鬆 然後這個蒜味很香你知道嗎 香到我覺得我要 坐姿很像 那你說女生也可以很豪邁 好不好 對啊 很豪邁的女生 我覺得很開心 怎麼樣很開心 有種跟你一起在三間探險的感覺 是不是 三間 就是去新的地方都有一種探險的感覺 對不對 沒錯 然後開到哪就去到哪 隨遇而安的那一種態度 就是很讚 我就很喜歡這樣冒險的感覺 而且我以前 大學的時候很常一個人 就是 去 不知道的地方冒險 然後我就直接騎到深山地 然後 看有什麼就看什麼 有什麼店就去什麼店 那種感覺 然後我超愛這樣子 我今天就又有這種感覺 有火車耶 去看火車 小狼看火車 所以 這邊是會有火車的耶 這邊是有火車的耶 對啊 然後就很開心 今天跟你一起探險 真的嗎 對啊 那你喜歡自己一個人探險 還是跟我探險 跟狼一起探險 真的嗎 因為我知道怎麼付錢的時候 狼會幫我付錢 功能 有功能性的是不是 有功能性的 所以我是工具 你冒險工具 不是 不是 是陪我們一起的 你很 慣性的 講一講會發呆嗎 會對 反正就是這樣 我今天覺得感受到心靈上面的富足 非常好 吃飯 你去偷吃我的東西啊 蛤 我就吃一片而已啊 一小塊而已啊 好 吃一口不行嗎 覺得滿足了 我終於願意回家了 嗯 帶我回家吧 九九在動啊 對啊 好吧 回家 走吧 走 今天已經出去玩了一整天 冒險了一整天 現在就是要來卸妝 又是卸妝環節了 對啊 像現在疫情啊 長期要戴著口罩出門 膚況就變得很不穩定 尤其兔兔他的臉 非常非常容易出油 他是那種 油性混合肌 就是口罩的這樣悶著 然後再加上出油 就會讓他的肌膚很容易長痘痘 然後跟粉刺 就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這個痘痘跟粉刺啊 就很容易造成兔兔的皮膚 會過敏跟泛紅 然後子春秀的柚子精髓節炎 有他的好處就是 他有高達91%的頂級植物精油 他能夠乾淨的卸出妝容 但是又可以同步保濕 而且他清爽不油膩 他全新的柚子萃取結合 其他的柑橘類精油配方 味道非常舒服 整體的感受就像在SPA一樣 一定要highlight這個味道真的非常舒服 就是你在卸妝的時候 就已經是一個 就是精油級的享受 然後你就這樣按摩 你就真的會卸妝卸很久 原因是因為你會順便按摩 我臉又很容易水腫 所以我就很需要這樣 這樣子去按摩他 然後因為他是油 然後但是他又不油 這是一個很衝突 但是很奇異的產品特色 然後他可以把毛孔卸除得非常乾淨 然後也因為他那種油的那種質地啊 可以讓兔兔像剛剛說的就是按摩 臉部肌膚 而不會造成肌膚的損害 產品本身因為植物成分很高 所以他溫和不上肌膚 而且他超保濕 成分天然 卸完妝之後我們可以再去測試一下 保水度跟油度 他的乳化力也非常強 如果就是女生有時候手濕濕大 像有些人喜歡先洗手再卸妝的 首微是也沒關係 然後這一款柚子精脆節炎油的好處就是 不管是因為換季出油啊 或者是乾性肌膚 敏感肌膚 混合肌膚 油性肌 還是有任何過度出油問題的 都可以使用 他非常非常的百搭 來你對著鏡頭看一下肌膚吧 戳戳自己的臉 你感受怎麼樣 嫩嫩的 是不是保濕嫩嫩的 那我們用機器來測試一下 其實啊像現在一般市面上 很多卸妝油都是那種礦物 油分子比較大的 就會比較容易殘留在臉上 然後會有痘痘 然後直瞬秀這一款 他因為是分子比較小的植物油 所以他就可以生成清潔 然後比較容易清洗 然後洗完就比較不會長痘痘喔 真的很香欸 是不是 就是一個 就真的是一個夜晚自己做的 臉部spot的感覺 真的覺得每次用都每次要讚嘆 怎麼樣 出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嫩嫩水水的 老婆 你覺得用完之後感覺怎麼樣 幾大重點跟大家整理 我自己的 就是第一點就是他的味道真的很讚 就是有那種精油感 就是有一種卸除你一身的皮邊 因為我真的很在乎味道那一種 最喜歡的就是他 就是眼睛你就這樣亂弄一通 然後就是不會都不會覺得刺啊 而且他可以真的用清水洗 你就會感覺很舒服 就是也不用好像特別 一定要用那個叫什麼洗面乳 這樣子弄就很舒服了 就很清爽對不對 就感覺非常的簡單自然的那種感覺 因為他說他有一個 獨家乳化系統 就是讓你受微濕啊 也可以輕鬆卸除眼唇 這種難卸部位的彩妝 然後重點是他就是 適合所有膚質的人可以使用 柚子精脆節炎油 他雖然叫油 但是他其實真的很清爽 然後很保濕 用清水洗洗完臉 沖完臉就不會覺得油膩對不對 對啊 那話我問你問題 好 那你今天喜歡我們的冒險嗎 我超喜歡 超級 我覺得呢 今天有點開啟我的冒險魂 我覺得之後可以再 在一起去開拓一些未知的道路 好 去深山冒險 好 但是要開車不走路 沒問題 我就是怕你要走路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小龍說掰掰 可愛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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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